2024美国总统大选就要来了 但是好不止美股气氛不怎么好 美国公债10年期殖利率也跌到4.309% 是今年10月以来最低 按照惯例选举年的11月 美股总是格外波动 美股波动率指标 也就是俗称的恐慌指数VIX 更升到21.94高于长期平均值 此外根据过往经验 美股标普500在选后第一个交易日平均下跌0.3% 而选后一周则跌0.84% 至于道琼则分别跌了0.27%与0.41% 纳斯达克跌幅最惨 分别下跌0.46%与1.03% 也就是说美国大选过后 美股三大指数表现往往不给力 预告了投资人恐怕很难盼到美股上涨 投资者认为若川普获胜 川普类股会水涨船高 石油制药股可能会出现稀跳式上涨 至于贺锦丽如果获胜了 太阳能 风能和电动汽车公司的股票将获得提振 选战结果千亿法动全身 美国大选即将见真章 全球持续紧定 三连新闻 临时期报道